youtube上为了增加影片的点阅率 各个youtuber无不使出浑身解数 从标题到内容耸动游戏精 就是要让观众按下左键观赏影片 但是每个影片都符合智慧财产权吗 文早大学的学生们就在课堂上 比较youtube里各种不同类型的影片内容 用实际的影片作为范例 提醒学生们智慧财产权的重要性 学生们都有不错的观念 只是随着网红产业的兴起 倒用他人智慧财产权的事件却频传 最出名的当然是古玩摩五分钟看电影的版权争议 文早大学希望透过相关的课程 除了教导如何创作影像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们清楚了解 搜集素材的合法性 现在网络平台上确实有很多的网站 甚至网红 他们没有自己制作素材出来 都是使用别人的素材 别人的资料来作为自己的一个素材在使用 甚至牟利或做商业的用途 但是这一块其实是触及到法律方面的 那些素材其实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 只是说他使用别人的东西 人家有没有去告他 其实不管是内容农场还是二次创作 都或多或少涉及版权的争议 除了规范之外 主要还是得靠创作者的自我要求 以及对于智慧财产权的重视 学校期盼通过课程 除了让学生们借由讨论激发创意 体会已经创作了辛劳之后 进而尊重他人的智慧财产权 同时让学生也能够获得更多媒体制作 以及素材辨识的能力 记者金献中 潘一新 高雄报道